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稳固的家庭的财富根基 同时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借着我们这个平台插上财富的翅膀 那这个公司的成立确实是跟我们的经验 在这个行业的经验 还有跟整个客人对我们的需求 等于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 才让我们这个公司诞生了 而且一直在成长 非常感谢 真的 我在其实在采访今天访谈的时候 我上网浏览了我们永信财富的首页 那其实在首页上面 我特别喜欢这个首页的设计 很大方 很有创意 其实很醒目我可以看到一句话就是 现在就开始打造你的财富堡垒 我觉得这句话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 特别能给人信心的一句话 那其实在它的下方呢 又有这样子的六字五句的一个话 就是培养理财观念 劳住财富体系 解决理财难题 掌控风险机遇 以及布局财富增值 那其实我就接下来我就很想问 而且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呢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追问 就是什么是财富设计 而且该怎么样如何掌舵呢 对 这个财富的设计呢 其实呢就是说 跟财富的管理是两个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总体来说呢 从财富的设计来看 这个主要是由莉莉来讲的 那待会她会讲 那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公司呢 这个基于什么样的平台的情况 没问题 成立的 那我们的经验呢 就是说我们两个人 在这个行业的经验加起来呢 在加拿大的经验 金融业的经验就超过30年了 大家听起来挺很吃惊 我们俩呢就是都是专注 喜欢做这个事情 而且呢一直在这个行业做 那我自己本身呢 是2000年就移民到加拿大来 之前呢90年去了德国 在德国获得了经济系的硕士学位 在那边工作了几年完之后呢 2000年移民到加拿大 从2004年开始呢 就开始在美国的投资公司 Edward Jones呢 在加拿大的分公司这个上班 全公司大概有一千多人 但是呢 华人在这个公司里面呢 不超过十个人 寥寥无几 所以我非常荣幸呢 在这公司里面呢 受到全面的培训 所以呢 做了七年的时间呢 在这个当中呢 真是学到了太多的知识 也经历了太多的 见证了太多的经验 太多的这个客户的这个案例 那么这些呢 都让我当时就觉得 很希望呢 华人的社区 也能够享受到 他们真正的西方社会的 这样一个传统的 正规的一个理财的体系 然后呢 就是到了2011年的时候呢 正好就是大批的 这个新移民 投资移民 都到了加拿大来 而且呢 或者是早期的移民呢 他们在加拿大 已经慢慢地立足了 那么就有这个理财 和投资的这个需要 所以我当时就出来了 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公司 是这样子 那也非常感谢 就是基于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还有一个基于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么我们在这个行业呢 也做得非常好 连续这么六年七年来了 连续一直是获得的 可以说是 基本上是 这个行业的最高的奖 我们都拿遍了 那这个我觉得是 一方面是对我们的承认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是觉得说呢 是社会有这个需求 一定是的 是的 这个一定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您有这个经验 有这个能力 那么大家有这个需求 我们都可以变得更好 通过这个勇性财富的帮助 是的 好 那其实我想听听 莉莉 莉莉女士讲一下 这个勇性财富的专业性 以及它的独特性是什么呢 好的 谢谢主持人 那我想的勇性财富设计 很多人会问 财富设计是什么 财富设计呢 其实不等同于投资的设计 财富设计其实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我们会从各个家庭的问题出手 看看他们的现金领和资产配置 找出他们实际的问题 然后呢 列出问题的倾态来帮他们解决 第二呢 会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 去制定目标和计划 第三呢 才会帮他们做合理的配置 进入到第四步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定期的回顾 那我们做的是第五步 是更多的一步呢 就是为客人呢 多走异地路 把这个客人各种情况 都有一个scenario play 让客人能够安心 放心 自信智慧地管理他们的财富 我们公司的独特性和专业性 大家也从刚才Ferry的讲话中 能够看到 我们两个人加在一起 有三十多年的金融业的经验 那我本人呢 也是拥有加拿大证监学院院士的这个证书 这个证书呢 是在加拿大金融行业 授予这个行业的精英的 它不仅需要我们有高的学历背景 同时呢 需要你的资深的工作经验 更加需要经过他们的严格审核 才能授予这个资质 所以我很荣幸在这个加拿大只有五千人的这个学院院士的这个证书里面 我获得了其中的这一位 同时呢 我又是拥有特许投资经理资质的一位财富设计师 是专注于高资产配置和投资夺生定做 投资策略的一个资质 那拥有了这些资质跟我们的经理 更加上我们的产品多元化 我们带领各种的保险产品 投资理财产品 能够真正让我们从设计到管理到定期回顾 为客人做全方位的财富配置和管理 谢谢莉莉您的分享 我觉得作为我们年轻的这一代 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其实也很需要这样一个专业的一个指引 这样可以让我提前为未来做准备 对吧 是的 那其实为了今天我可以和二位很好的沟通 也为了能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对我们有幸财富有一个更深更全面的了解 我也继续浏览了您的网页 那个近期事宜 对吧 有一个近期活动这一栏 那其实我想问问 就是我们有没有进去举办什么活动 这样便于我们观众都可以参与的 对我们就是定期的会等于做一个公益的讲座 那么这个讲座更多是给大家传播一个理财的一个知识 和向大家传播这个理财的这个理念 就像我们经常在这么多年当中建了太多的误区 很多的朋友走了很多的弯路 等到他们找到我们的时候呢 才发现柳暗花明 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避免的 对 那么就像在平时大家理财的时候呢 可能就觉得说 我就在银行买东西 或者呢 我就可能就找哪一个人买了一些保险的产品 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情好做了 一方开它的整个的这个投资组合呢 非常的单调 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天天吃这个萝卜青菜一样 就是不够 所以我们希望呢 给大家再加上牛肉 加上这个豆腐 更多的这个组合 让大家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呢 跟你的财富搭配呢 都更加的均衡 对 所以我们是严格按照 就是基本上是 CPP 就是加拿大的Pension Plan 这样的一个投资组合呢 来作为一个目标的 其实可以看出来您的专业性 从里面所能看到的东西呢 我们这边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真的是可以做到大家呢 非常安心放心 而且呢 非常专业全面的 帮大家提供各项的服务 是 I think for our faith is really like a reliable service and I want to hear from 莉莉 莉莉女士 近期的讲座的日期 以及以后你希望大家关注 是 是 我们在7月6号 在我们公司呢 会有一个市场展望的讲座 我们邀请了RBC资产管理的经理 来为大家做一个市场的展望 挑战和机遇并存 我们有机会跟专家们 一起来探讨 同时呢 我们财富 永兴财富的自家有方专栏 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在微信上的订阅号 我们在上面会经常分享我们的自家 两方也有很多的家庭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自家 两方 希望这个平台也能帮助到大家 那如果有些家庭有个人的案例的咨询 或者想联系我们的也欢迎来电或者微信 我们希望呢 每个家庭通过我们永兴理财都可以自信 智慧的管理财富 自家可以有两方 投资可以有正道 谢谢主持人 其实我本人也希望推荐大家可以看看 永兴财富的首页 foreverfaith.ca 那个首页真的是涉及的非常的有 非常的调理 所以说感谢本期收看您活在五点 我们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非常好 谢谢大家